我不太同意大部分的媒體上 或是有些經濟學院講 印度人口超越中國 那邊超級大國 你知道人口越多 糧食需求越多 然後能源需求越多 相對的能源安全越糟糕 那你印度就處於這種處境 所以大部分老百姓生活都很艱苦 你要印度來個脫貧計劃 他做不到 那中國現在可以做得到 習近平主席一聲令下 脫貧6億人口 我這是在人類歷史上 第一次對最大規模的脫貧行動 如果拜登不服氣的話 他那個homeless那麼多 無家可歸有遊民那麼多 來跟中國請教一下看怎麼弄 要不然他們自己就搞不來了 所以我不認為印度人口超過中國 是一個好事情 你說對印度來講不見得是好事 你糧食印度本身有問題 你能源印度也有問題 那你要去做什麼行業產業賺更多錢 然後去買更多糧食或者買更多能源 這是印度本身一個大問題啊 那什麼叫全方位的 我光講能源跟糧食這個全方位就缺了兩大方位 缺了兩大方位了 所以我是覺得有點困難 那你現在這個中國能源不夠 現在已經從中亞俄羅斯取到了一個補助能源 那就不用完全仰賴澳洲的煤 也不用完全仰賴這個中東的石油 對不對 因為俄羅斯的天然氣跟石油 或者是中亞的天然氣跟石油 大概可以讓中國的石油能源安定度提高非常多 印度沒這個條件啊 印度你要從中亞還經過喜馬拉雅山 那個工程很浩大 所以我並沒有人看好 而且隔壁還有一個跟他不太好的巴基斯坦 這兩個國家是冤家 像巴基斯坦印度人這個性質很接近 只是宗教不同的分裂了 所以這個我們外人也沒辦法說三道四 但我認為印度不可能超越中國 是絕對不可能 在你我生平看得到的時候 絕對不可能 那他會就是複製中國崛起的方式嗎 你看他講 沒辦法 他有很多先天的缺陷 不是 不可能有 第一個你要記住 不可能任何一個國家 能夠複製別人成功的模式 就像說我們沒有辦法複製 黃仁星失敗三次以後成功的模式 我們做不了 我們只能吃麻花捲 其他都沒辦法 他愛吃麻花捲 可是他愛吃麻花捲 跟他成功沒有關係 印度還在尋找自己的道路跟模式 但能不能成功啊 我不像大部分人那麼樂觀 他可能會在這幾年維持很好的成長 但是我認為他只是另外一個越南 越南不是我剛開始成長速度很快 有碰到一個瓶頸卡就卡住了 這段時間越南的狀況也不太好 所以他是一個大號的越南 不如越南 因為對他小號還比較容易處理 就這麼大一隻 大概14比1 越南人口1億好不好 也不少啊 土地沒那麼大 不過我對印度沒有那麼看好 他要克服的結構性因素太多了 比越南 甚至越南都還多 越南可以說我一黨執政共產黨一聲令下 每一個人家長都乖乖要把小孩子送到學校來念到這個國中 初中畢業才可以出去做事對不對 印度做不到啊 印度政府有辦法說一聲令下叫所有人 父母 要把孩子送到學校裡面對不對 然後可以一聲令下 有啊 有些 早期越南的不良的一些習俗跟風氣啊 越南共產黨一聲令下通通沒有了 有啊 中國也是一樣啊 中國共產黨當家 以後中國多少什麼迷信啊 奇奇怪怪的事啊 一聲令下通通絕跡啊 可是印度不會啊 印度阿彌陀佛 打坐啦 靈修啦 然後這個女孩子被歧視啊 中國以前女性被歧視很嚴重啊 真正發生變化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了以後啊 那你不管他做對做錯 反正一聲令下 什麼婚姻自由啊 什麼都來 印度沒有這種辦法 做不到啊 你說這麼多的人口 搞不好是他這個進步的包袱 一個印度教卡在那邊嘛 所以 這個國家要很結構性的動員起來 因為從經濟角度就是說 你要把人口物資動員起來 產生經濟生產量 那婦女勞動力是一個很重要 婦女的教育是很重要 可是偏偏印度這個地方都做不來啊 你別看莫迪喔 還會耍寶 他只要內政有問題的話 他就趕快去搞民主主義 去搞克里米亞 去搞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阿薩姆邦 去搞那個什麼藏南地區 他來刺激印度的民主主義 那你們把選票投給我 那我經濟繼續把他搞得還好而已 跟那個誰 那個土耳其的艾爾端一樣啊 哎呀我地震也沒有弄好 我通貨膨脹也沒弄好 我經濟很爛 我就是反美 我就是主張這個土耳其的這個 惡圖曼帝國主義 那老闆心就哇好爽 我就把票給你啊 是這樣子啊